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挂 你不管是这个老朋友 或是新同学 都来到我们子评收看 同时记得帮我按赞 还有连结多多推播出去 那当然了 最近这几天大家应该看到了 中天新闻不断的在号召 这是我们毛起来在做的事情 欢迎你加入好不好 中天新闻的志工队 那主要的超级任务 就是把监督的力量传出去 一起我们可以推广出去 下载中天新闻网的APP 那其实你团体个人都可以报名 而且不分海内外 那个人的部分 你就成为中天新闻的志工 团体包括一些店家 摊商都可以 都欢迎 你要成为的是中天新闻的partner 那你下载 当然也不是白白下载 你下载之后 我们会给你小奖励的 比如说中天新闻志工 你可以获赠荣誉感谢状 以及专属的留言区 那如果你是报名中天新闻partner 可以获得我们主播唱名感谢 还有录出你的店名 甚至我们也会出机采访 来听听您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营理念等等 那你会问说报名管道呢 有三种管道 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了这个有QR Code 你可以直接扫描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在聊天室的置顶 或是中天新闻脸书上面 都有报名连接 你都可以点进去 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特别集结 所有正义的力量 要请大家共将胜举 一起下架塔律班 一起捍卫言论自由 一起避免战争 守护台湾 台湾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百万粉丝 站出来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是前立法委员 蔡正元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亮哥 亮平安 还有历史哥 哥哥好 大家好 廉价放完了 这个228呢 昨天刚过完 事实上每一年的228呢 几乎都要来这么一次 道歉 抗议 所有的激情演出都有 而且是没完没了 每一年都在循环 那昨天这一群人呢 很嗨 他们说 他们在228公园 呛到蒋万安 呛他是杀人凶手 好 这个团体是什么呢 是叫做无力者 那么在昨天的台北市府 228的追思活动上 当蒋万安刚开始在 致辞一分多钟的时候吧 他们立刻就想冲上台 要蒋万安下跪道歉 那么听说这群无力者 这群人其实等了很久 是有备而来 好 那他们这个叫做 无力者联盟 这些承抗人士 要蒋万安道歉 那当然这个 蒋万道歉了 他说身为台北市长 深圳为76年前 当在台北市大道城 天马茶坊附近的 气焰事件 导致全台228事件 历史伤痛 至上诚治的歉意 所有的执政者 都应该以此为戒 施政者 必须以满足人民的期望 为宗旨也必以维护 基本人权为目标 台湾走过了威权 进入了民族 这是台湾的骄傲 好那在昨天呢 这个蒋万安被呛是 杀人凶手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 网红四叉猫 刘宇 他PO出了这张照片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才走到凯道 一群人就跑来跟我炫耀 他们说刚刚在228公园 呛到了蒋万安本人 他说啊我跑去做笔录 所以没跟到啦 还气到跺脚 好那很明显了 这个摆明了嘛 是不是正借228之名 在行消费之时 那对蒋万安来说 应该超烦的吧 一会姓蒋 一会姓郭 在228的时候 他就姓蒋了 委员 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很平常心 来看待这个事 有几个特殊的 平常心来看看 看待228 还是来看待承抗 都平常心 第一个很奇怪的 这个台北市长 如果本省人在当 没有台北市长在道歉 举个例子 陈隋平道歉过没有 没有啊 还有谁 这个柯文哲道歉过没有 没有啊 那为什么外省人 当台北市长就要道歉 第一个问题 马恩有道歉 然后蒋万安道歉 我不懂这台北市长 要道歉什么 跟你台北市长什么关系 跟台北市长的身份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要道歉呢 所以结论就是说 因为他是外省人 所以要道歉 再来 还是因为他是国民党 那如果是国民党 是本省人就不用道歉吗 国民党是国民党 党主席要道歉 跟国民党党员道歉 一个什么东西 我是国民党党 我道什么歉 狗死蛋 对不对 再来 这个 先讲一个问题 那 这些人去要求道歉 是是228的什么家属吗 不是 那几个就是几个 屁孩子嘛 他们有什么 什么道歉 什么要求人家 道歉的资格 再来 我要特别提一下 现场的警察 好像没事干 如果是蔡英文在演讲的时候 谁能靠过去 影响她演讲 可能很难吧 所以我认为台北市警察局长 该打屁股 怎么可以这么一个庄严隆重 这么一个树木呢 随便在闹场 而且闹场这些人 好像得了奖章一样 很开心啊 开销炫耀啊 我当台北市长 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这开心 蒋安没有叫市警局 把他们围在外面 我不晓得台北市警察局 怎么做的 就不干台北市长 做这个事嘛 蒋安是市长 对吧 不 警察局长 没有做好工作 当然蒋能回去修理警察局长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很复杂 那是因为他姓蒋吗 对不对 那蒋就回到说 那蒋介石 到底是不是228的元凶 不是很多民进党人 很多台独分子这么讲嘛 还有更好笑的 很多外省人的民进党图 这么讲 很好笑 你把你剩下来的精虫 不是都是蒋介石带来的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 而且是价值失忆 价值混乱的一个表演场所 也表演场所 那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 我个人查骗了所有的文献 我不敢讲是我是228研究的专家 但是要比我强的大概也找不出20个人 所有的文献我都看过 我敢讲蒋介石不是元凶 既非凶手也不是原来的凶手 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 那我讲完了 我在脸书上也贴出来了 有一根不服气 那个人叫国使馆馆长陈以申 那国使馆馆长陈以申 他就拿了蒋介石的一些什么锁令 你看这个锁令 就是蒋介石元凶的证据 拿来啊 我都看过 就是蒋介石派兵的命令 他什么时候派兵的 就3月8号 就是194年3月8号以后的事 那请问你 当时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不是蒋介石 他有没有不派兵的空间 没有 因为当时民兵占领了所有的军火库 民兵占领所有的县市政府 占领所有的警察局 而且不同民兵又不同派系 那很多的外省人都集体被拘押了 是当老师的 当商人 集在地点高雄中学 新竹城隍庙 然后台北更多 请问你 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你不派兵派军队来平派 因为很多民兵嘛 你是有枪戒的 不是没枪戒的嘛 所以蒋介石这样做 是任何国家元首都会做的事 举个例子 蔡英文削减军公教的退休金 军公教人员就抗议 巨麻了 军警人员 陷兵排了一大堆 还摔死了一个密尔德森 不是吗 推击之间摔死一个密尔德森 那请问你 你蔡英文都会这么做啦 那 那请问你 蔡介石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那你说 蔡介石下去就杀联 很简单啊 蔡介石做到什么程度 他一方面派兵 一方面第一个军队上面 就派那个监察委员叫杨酿公 说你给我看着 到底发生什么事 平常讲蔡介石真的搞不清楚 当台湾发生什么事 他的日记只写了几行字 说哎呀 台湾民众 因为抗议 思焉问题 然后群起 结果他有两个字 仇杀 内地各省之民众 很简单 也没有情绪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内地各省之群众 就是外省人 那很多人就说 外省人就逃难来台湾 错啦 1945年到1949年 来台湾中间的外省人 都是带钱来花的 什么大陆客 都是观光的啦 要不然就来交书的啦 要不然就来做生意啦 像台北当时很多 破破烂烂的旅社 是外省人拿钱来盖的 虎镖永安堂 听过没有 外省人的 政华旅社 当时很有名的旅社 是谁的 是外省人开的 很多商店外省人来开 这些人不是逃难的 是拿钱来台湾投资的 还有台湾 日本人撤走 台湾很多老师空缺 找了很多年轻的外省老师来 来这边交书 女老师被强奸 谁干的 被杀的 谁干的 都是本省人干的啊 对不对 我讲这个没有省级情节 我是道道地地在台湾住了 402年的本省人 台湾人 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在我眼中 都是外省人 为什么 都比我家来玩来台湾 所以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 我们事实是事实 你要怎么去评价我不管 你什么观点我不管 讲完爱道歉道歉 我干台北市长 我绝不道歉 我比柯文哲还不道歉 当然我不会像柯文哲 要假装是228家属 很多228家属 真的是很多 假的更多 陈建人是假的 讲完道歉了啦 但是呢 周玉扣说 讲完为28道歉 是假道歉 不知道 如果按扣姐的逻辑是啊 因为他又不信讲 那民党立委范云呢 就说以蒋家第四代为荣 讲完安主持 台北市228纪念仪式 这个场景啊 如果以德国人经历做比喻 就像是纳粹德国 元首希特勒的后代子孙 打着希特勒名号 选上德国首都市长 并以市长身份出席 追到被屠杀 犹太人的纪念仪式 那范云还说 如果讲完有诚意的话 应该把这个228事件的 受害者家属 他可以尽快协调 把停官多年的前总统 蒋中正蒋经国 送回中国安葬 好 让他们入土为安 那其中呢 不只是范云 包括了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其实呢 也都有特别提到 就是竟然要清除威权象征 所以要把这个政治档案 交还给国家 但我又觉得很怪啊 因为国安局在你手上啊 然后促转会也运转了 这么多年啊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讲说 赶快把政治档案交出来 这通通都是民进党可以做 而且赶快做的事情不是吗 我打插一下好了 周一国是外省人 苗博雅是外省人 换你好像是外省人 奇怪这是外省人干什么 这外省人不是都蒋介石带来的吗 用民进党的逻辑 这是蒋介石带来的啊 蒋介石带来的不只黄金 还有多外省人啊 这些都是外省人精从生出来的 讲但是你就很怪吧 怎么想都不对 我觉得喔 说真的因为我们今天都本省的 本省掛的 其实真正最有省级情结的是他们 因为他们为了在他们的 私立里面表忠啊 我觉得这是很坏的一个现象 要不很贱 真的 这没省级情结就是我爸说我们家至少来三百年 没有像委员来四百年啊 但我算了一下 所以你是外省人 我外省人 我们家一个康星年间就来了 但是这种事情把他搞到无限之上纲都省级情结很坏 我说一下属性的 因为我老爸生绿的嘛 那我问他 他说他没有省级情结 他直接跟我这样讲 他没有分级情结成的 但是最会分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在卖政治的人血馒头 好啦 那个亮哥应该也看很多啦 那这一次半云说要讲完 你赶快把两奖送回中国安葬 那赶快去找塔律班文化部长史泽啊 这个权力是中央 不是地方啊 我跟你讲啊 228的受害者的家属 他们的诉求你们听一听嘛 他们说228怎么可能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那民进党的国事馆管长陈医生就断定 交害者是蒋介石嘛 那结果郑元凶要求跟他辩论 到现在还没回应 恭候 他没有回应 没回应 对啊 不管啦 反正民进党既然认定是蒋介石 那有关加害者的种种你要处理啊 是 对不对 比如说他的财产没收啊 那过去留下来的这种纪念的东西通通都拆掉啊 那文化部长史泽啊 你不是塔律班的代表吗 赶快去拆啊 这个不是台北市的权力喔 是中央喔 对 所以昨天去抗议蒋花安的人 他们应该去抗议中央啊 你应该抗议史泽不执行啊 抗议陈建仁 抗议蔡英文啊 你们不是已经认定了加害者就是蒋介石吗 那慈狐为什么不拆掉 中正纪念堂为什么不拆掉 你要问这些人 这些人才是双标虚伪者嘛 那还容许这些人去抗议 不管是台北市有哪个外省人当市长 他就来抗议 我坦白说啦 以蒋花安的情况他第四代了 波兰后来也有一个总统是共青团出身的 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倒了 那结果共产党就另外阻挡了 那结果他很厉害竟然又选上总统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不叫清算一下 就是啊 我跟你讲啊 蒋花安在选举的过程中 这个也是议题啊 那个很多人都抓着这个议题打他嘛 问题是他当选啊 当选呢他就得到了正当性了 所以他个人选择道歉这个没有问题啦 可是他个人是正当的当市长 你再怎么样你也要尊重 投给他票的那些市民嘛 他就是市长 那至于 我这个学妹范云怎么的程度变成这样 我也觉得很纳闷 他为了保他不婚去立委啦 我知道可是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权力不是台北市政府嘛 这个权力是文化部嘛 是行政院嘛 所以范云应该去咨询史则嘛 去咨询陈建仁嘛 怎么可能所以他是故意的啊 说中正庙为什么还不拆呢 他应该这样咨询啊 这样我们才说你是没有双标 对不对 不然你这搞了双标 只敢搞蒋花安不敢搞史则 不敢搞陈建仁 更不敢搞蔡英文对不对 民进党你要知道蒋花安还 因为他不愿意说谁是加害者 他现在只是对受害者家属感到抱歉 那他就说反正这个他就广义的啦 广国民党嘛 广义的 那这个坑他就说那我就接了 可是加害者是谁我不敢说啊 你们民进党自己说是蒋介石啊 那你不是该处理吗 对不对 所以没有处理的是谁 没有处理的不是蒋花安耶 如果蒋花安当了总统你可以要求啦 现在有权利的是 文化部长史则啊 陈建仁啊 蔡英文啊 你们应该去包围他啊 去包围他我看你还能不能 在镜头上笑一笑 四叉猫也不会去了啦 拜托啊 他去包围史则 包围陈建仁 包围蔡英文的时候 四叉猫还会去拍照吗 那你以后面还有好坑的吗 对不对 讲的要骗谁嘛对不对 对那因为这一局林长佐呢 也有他的戏份 他说呢漫威电影上汽中 主角的父亲满大人 在漫画中的原型 是躲在中国山区的国民党军阀 像国民党这个样子的恶棍与敌人 连外国人都会把他当成坏人的原型 都可以拿来再创作 台湾人却把他选成市长 我傻眼我整个傻眼历史哥 所以怎么样他在检讨57万的台北市民 他现在这个就是把台北市民当笨蛋 他把一个经过合法合理合线选举的 他都不遵守你当什么立法委员 我就问你当什么立法委员 你凭什么当立法委员 你连最基本的宪法都不遵守 你当什么立法委员 我就想说这些人各个读法律 各个搞政治 然后搞了半天呢都不知道在干嘛 在干嘛我告诉大家吃人血馒头 最坏的就是这种人 二二八糟现在多久了 你把这个拿来吃人血馒头 而且更好笑的 今天历史哥 今天刚刚我以为这个委员会讲 所以委员没讲 那我就卖弄一下讲一下历史 他今天用这个无力者 大家知道有多荒唐多荒谬吗 无力者怎么来的 我跟大家讲 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是非常独裁的 他的这个总督啊 他用了六三法 六三法就是总督绝对独裁制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时台湾人就发起了所谓 六三法测废运动 也就是抗议这个总督 你不可以这么独裁 你不可以军政法大权全部合一一生 后来呢台湾人就觉得说 那用拼的拼不过 所以就转化一个 就说那我们来设议会可不可以 所以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那当时几乎把所有的一些士绅给包在里面 也包括开台北城门的孤显荣 但是呢搞到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的时候 孤显荣说 我退群啊我不玩啊 昨天呢二二八活动去呛讲万安的 这无力者联盟 刚刚历史哥讲到这一段 事实上无力者呢是在日治时代 其实他们主要当时的诉求是民主 然后是抗日嘛 那最造的是个有力者大会 但是如今打着无力者的旗号 他们到底在做的是什么事啊 这真是很荒唐 刚才我们广告期间 我已经征选我们太史公司马正元的同意 我继续把这一段 对身边改我姓啊 尊称尊称 这个刚才讲到六三法撤飞运动 因为六三法是个完全总督军政法 给予一生的独裁的法条 台湾人受不了 而且台湾人在前期所谓武装抗日时期 真的被这六三法 被这个包括六三法的前身 也就是被这个总督体制 杀的真的是血流淋漓 到今天狱警那边牵人坑 前几年还在出土 我很常去狱警吃兵 我知道 那所以台湾人就想说 那我文化抗日 文化抗日呢 就组织嘛 所以我刚才讲到 开始有这个六三法撤飞运动 后来有所谓的台湾议会 请愿运动 刚才是把各大四三包起来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孤显龙 孤显龙玩到第五次的时候 还第六次 他说我退群我不玩了 刚才还有一个林雄真 他们说不要 林雄真就是林家的 那他不玩了怎么样呢 日本就发现有机会 所以当时由台湾日日新报的社长 叫做景春大吉 他们就介入 然后呢 他们呢 现在1923年的时候 他们先成立一个 叫公议会的组织 其实就是要来对抗 台湾议会企业运动 由台湾人本土诉求的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接着呢 他马上在24年的时候 就刚才讲到景春大吉 在1924年6月27号 在孤家所拥有的大和寒楼的前面呢 举开了一个叫做 举办了一个叫全讨有利者大会 目的就是要对抗台湾议会企业运动 历史文献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呢 为了要对抗这个企业运动 所以就出了这个无利者大会 这个无利者大会呢 就是台湾议会企业运动这些人呢 他们去组成目标讲得很清楚哦 无人未遇对付 五人要对付 二十七岁所基板的所谓有利者大会 这个要用汉音去读 因为我阿祖就是读汉音的 那这个他们就召开了 在大正十三年7月3号 当时用日本纪念嘛 地点呢 中部台中公园台南市 然后还有在台北市 都举办这个讲座 叫做全岛无利者大会 主讲者非常有名叫做林献唐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 抗日的精神在这里 叫文化抗日 结果这个文化抗日的这个无利者啊 被我们现在的绿云彻翼 这些真的就是塔绿班的党徒啊 刚才两位老师批评的非常给力 这种事情你还笑得出来 可悲啊 哎台湾到现在转型正义 最大问题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没有真相开城门投降了 现在一家分三家 我们还要替他纪念前阵子 前几天孤宽敏先生刚过世 还要称他民主仙 那你如果要这样算 孤宽敏先生 他的祖先孤显龙要不要处理啊 孤家一家分三家 中姓和姓孤世余悦 这都是大有利的财产 家里吃尽 想尽台湾荣华富贵 有没有要面对啊 可是人家安安荡荡做生意 我们也不会去弄他嘛 也不会去 台湾人很厚道 阿扁可以跟卢萱燕坐在旁边 两个相似而笑 我们也没说什么了 虽然很怎样很相怨 可是这段历史 你怎么可以把无力者这种东西 抗日的东西拿来干嘛 拿来扭曲啊 拿来做228的斗争啊 我输我一个独立史的 完全无法接受 这太过分了 而且这些人你真的懂 无力者是什么吗 你真的懂228是什么吗 他们就是都不懂 才会把所谓的无力者拿来兑付 蒋家的后代 张冠李戴已经不足以形容 如此荒谬天地道悬之事啊 我是真的讲了 抱歉我有点愤慨 因为我说真的 今天我们讲228 蒋万安该不该道歉 他可以有个人的选择 他要用蒋家后代的身份道歉 他用台北市长的身份道歉 他用国民党要援的身份道歉 都是他的选择 但是道歉要有理 要求道歉者也要有理 道歉我认为他可以道歉 但是他弄清楚 当然就像刚才这个蔡老师讲的 你要把这个228事件 弄得清清楚楚明白 哪个部分该道歉 比如说被密裁的要道歉 被拖出去未经审判枪决的 这个要处理 这叫正义吧 失踪的 因为任何人被逮捕之后 都要有一个公开公正的审判 哪怕是军法也好 这个叫符合我们的什么 我们现代人正义 也符合当时的行政正义 如果有这些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那些外省人被屠杀的 我还有一个教师的故事 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补充 我这一段先跟大家表达 我只要再说一次 武力者去抗议蒋旺安 这个叫做精神错乱 历史混乱 简直来乱 阿三哥抖内进来 他说今天这个三位来宾的评论 让他非常的敬佩 只是他觉得为什么到今天 还有一些为了政治利益的人 在伤害台湾呢 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 那因为刚刚讲到范雲那一段 我们知道很多网友 其实每一个都在问说 你要你3加11要不要道歉 我在聊天室里面也是 包括网友岳飞说 那也应该对这个党疫苗啊 还有311定个311纪念日 3加11要出来道歉 不过呢在此同时 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原中佩军说 他要提案 也就是台北市明年开始停办 官方228追思会 那他当然有阐述他的理由 他说每一年把这些动机 与遭遇都迥异的亡者 困在一起办追思会 只怕在九泉之下 被追思者都会觉得莫名其妙 那他说那停办官方228追思会 他觉得有可以其他的配套措施 包括由文化局 教育局等单位举办 相关议题的讲座 或是学术研讨会 以理性来审视228主案探讨 他说这不只是 对所有王者真正的尊重 也从此杜绝政治极端分子 与投机者年年消费 好那当然这个文化局长 蔡世平有回应了 他说从文化局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不可行 但钟佩军也回应了 他说这个部分 不是局长一个人说了算 议员有提案权 到时候应有委会来进行讨论 不过在这边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每一年的228都是这样 而且到了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绿营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他们没有要放下仇恨 他们要一直的利用228做政治提款 委员 我觉得很好啊 很好是不是 没什么不好啊 政治本来就是斗争 不是吗 回到斗争的本质 没什么不好 只是输赢而已嘛 第一个中备军非常好 他是台北市的客家级的市议员 我是闽然啊 他客家 我们的立场一样啊 当然他是说要取消 228纪念活动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台湾到处都有大拜拜 不差这一个 我要特别谈几个观念 刚才他们两位先进讲得很好 228先发生的时候 在1947年2月28号 当天早上中午之间发生什么事 台北车站万华车站 很多外省级的旅客被当场打死 请问你元凶是谁 所有的暴力事件的开始 杀人事件的开始 是从2月28号早上开始 谁杀了 人家说不知道啊民众啊 谁煽动了 谁发动了 怎么可能没有人呢 对不对 不谈 好 到后来 谁发动民兵的 持枪 去击压很多外省人的 是谁啊 人家说谢谢王 他逃了 只有他一个吗 只有他一个吗 我跟你讲都是本省人 都是本省人 不过我认为 一个社会秩序乱掉了以后 有人要起义要革命 推翻县了政府 这是正常的 我们必须把它看作 不晓得A盧大学 政治学博士同一同 常常会发生的 可是啊 你赢了你为王 对不对 你可以当总统 当主席 你输了呢 砍头 这也是正常的不是吗 所以 所以所谓的 谁是元凶 谁是受害者 我们现在说 他到底是谁指使去杀人的 陈宜没有中他指使杀人的 他有责任 我百分之百认同 讲这怎么指使杀人啊 我讲过了 他不放心 军队来呢 第一站还派着 杨亮公押阵来 接着还不放心 叫白冲醒 你跟我去看看 因为你的官阶比城里大 我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根本还没 为什么 他整天忙着 在打延安的共产党 那个规模 比台湾大几百倍 对 所以 你要扣那个元凶 我也没太不公道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蔡英文不是跑到台南去吗 去纪念那个唐德璋嘛 是 唐德璋算不算冤属 我认为应该接近冤属 但是也不完全 因为他跟陈宜之间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矛盾 就是他本来陈宜很喜欢他 因为唐德璋是日本人 他不是台湾人 简单讲他日本人 他的本名叫辛景德璋 那因为他是 他的爸爸是日本警察 也是日本人 然后他爸爸 有个小三 就是一个州族的原住民 所以生下唐德璋 那他小时候就回日本 跟他叔叔一起住 日本念完大学回来台湾 那后来呢 他在台湾当律师 他就用他的妈妈的姓 叫唐德璋 跟唐南华一样的唐 唐德璋 那这个人的背景很特殊 也很冤枉 说本省人不是 说外省人不是 说原住民 原住民也算是也算不是 然后他又算是日本人 所以很复杂 然后他担任台南市民兵的司令 就陈宜要报仇的时候 没有抓主任委员 那就好像省议员敬函 然后这个没有抓副主任委员 就抓他这个民兵司令去枪毙 那这里面有个很复杂的因素 在后面什么 他爸爸是日本警察 他日本警察 是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就当时在日本 殖民统治台湾的时候 发生过俞清方事件 大家听过吗 交叛连事件 对 交叛连事件 他爸爸就是第一个 带日本警察去攻打俞清方 结果反而被俞清方的部队 给打死的人 那当时的 被换来 封得张 年纪还小 当于全外部队 围攻派出手的时候 被一个本省的庸人 把他救走 有这么一个故事 故事 所以他是一个大时代 裡面一个 很麻烦的 很定位的一个角色 那后来因为沉宜 把他枪毙了 押到现在的 中山公園 現在叫民生綠園 當河昌紀念公園 把他槍斃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罪不致死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因素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 當然認為他是日本人 這是有臭 報臭臭了 可是民進黨在利用這個故事 來作為一個 抗中保台的一個象徵 這民進黨就完了 你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都會各玩各的 但是我們要把一個 歷史脈絡弄清楚 一個日本人怎麼會夾到 這個台灣很複雜的歷史脈絡 去無謂的犧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慮 那有沒有很多外省人 被無謂犧牲 有啊 一堆啊 你說是國民黨在打壓本省人 沒有 大部分人這麼講對不對 那請問你很奇怪 當時的國民黨省黨部 是被陳磊抄家耶 欸 國民黨的省黨部的主任委員 叫李毅忠 執行長叫李毅忠 還跑到南京去告狀 還跑到南京去告狀 他自己被陳磊修理 他的宣傳部的部長 被陳磊抓去毆打 關押起來害他去保出來 國民黨的中央日報 在台灣被禁止發洩 你就是國民黨幹的 國民黨兩頭一攤 我也是受難者啊 還有更搞笑的 國民黨有一個附水組織 現在叫附水組織 叫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民主義一掛人 組織民兵起來 跟陳磊政府對打 最有名的是嘉義的陳副志 陳副志是標準的 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的主任 國民黨的黨員 國民黨的幹部 他是什麼身份 黃埔軍校畢業的 本省人 他在嘉義組織民兵啊 攻打水上機場啊 然後包圍市政府啊等等 然後他最後呢 被陳磊抓去災難什麼 現在很有名的游泳池 什麼大噴水池旁邊被槍斃 那他台灣的經驗沒有錯啊 那可是他國民黨員啊 還有陳陳波 很有名台灣了不起的畫家 也是因為跟陳副志有關係 被槍斃啦 那他什麼 我認為他是冤枉的 可是更重要 他是國民黨員 所以變成國民黨黨內打成一團 那更好笑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常委 通過決議要 對陳磊什麼 追究查辦要開除陳磊 開不動 為什麼 那時候二二八算還沒結束 所有的國民黨在反陳磊 那為什麼弄不動 蔣介石那是左右為難 什麼左右為難 因為國民黨裡面 還有其他的叫政學系 他其實本的政學系 不是國民黨 他是北洋軍閥的一些軍政人員 後來投靠到國民黨 所以就組成一個 什麼研究會 我們簡單講就是他稱作政學系 那負責人是誰 叫張群 他反對 還有一個人 是陳磊的什麼 他的什麼 義女的女婿 是大軍頭 叫湯恩伯 他在流日軍人又一掛 那當時的蔣介石要找這些 流日的軍人 帶軍隊去打共產黨 所以左右動彈不得 所以才會本來在什麼 在三月底 國民黨就要求開除陳磊 對陳磊撤職查辦 搞到五月十六號 蔣介石才撤職沒有查辦 所以你說二二八四年 是國民黨幹的 國民黨很冤枉 照那個標準 我也是受難者耶 那個大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假如說 那北洋軍派來 那他是國民政府的 再來 你說外省人 破壞本省人 也說不通啊 因為外省人收來年數 比本省人多啊 對啊 這個陳磊撤職 你不服氣才跟我辯論 我們兩個辯論 沒有省級問題 沒有本省辯外省人 我是雲林縣人 他雲林縣人 我們同鄉 我們靠 年紀差不多 學歷差不多 我們辯論規格 沒有誰吃虧 誰占便宜 你博士我也是博士好不好 你說 陳醫生不是歷史學專業的 但他當國史館館長 我也不是歷史學專業 至少我寫了台灣島史記 現在全世界風險了 我也可以當國史館館長 那我們可以辯論 沒有問題 那我要講的是說 好 蔣介石你竟然找不到任何 實質的證據 完全靠推想他是元兇 那我就不服氣了 他算你把他比成希特勒 聽說他是外省人 他怎麼看到這個地步啊 當然我不曉得本省人有沒有 叫姓允 本省人很曉得叫丹明 很少 很少叫允 那如果他是本省我沒什麼意見 那苗柏惟 標準外省人啊 那什麼客家人跟我在講公道啊 我認為台灣的價值 就什麼事啊 講事實 講公道 講正義 不可以胡說八道 不可以隨便污染人 這台灣價值啊 那怎麼可以為了政治力 隨便去污染人呢 你說我討不討厭馬英九 全台灣都知道我討厭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沒事啊 當二二八 就穿黑領戴黑西裝 戴個白花 我看就很不爽 你爸爸 今日你也沒有這樣子啊 對 不然個人的觀感啊 我批評他 他不喜歡我 那就另外一回事先 可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本省人 我要講公道話 范雲主席是江蘇南通 對喔 我看也是嘛 所以為什麼外省人 要跟本省台獨政權 獻媚呢 有些獻媚到這個地方 獻媚 那叫王定宇也是啊 王定宇 還有 王浩宇也是啊 王浩宇是啊 對啊 鄧宜康啊 鄧宜康啊 鄧宜康都是啊 鄧宜康啊 楊文傑 楊文傑 對 你們這外省子弟什麼 獻媚獻到這種地步啊 一點公道都沒有啊 我跟你講 因為外省人的 228受害者的家屬 大部分都逃回大陸去了 沒有來 家屬沒有來 逃回大陸 連家屬都沒有 因為他們來 大部分都是旅遊嘛 旅遊會誰當作家屬啊 對不對 然後做商務了 資深過來的多 做生意啦 像虎標永安堂 整個洞大樓被燒 裡面被燒死了 這是外省人啊 你怎麼解釋呢 所以我們 我沒有講公道話 懂嗎 事實是什麼 就事實是什麼 今天蔣介石如果有下令叫陳以開槍 去殺人 那他不對 但如果只下令他平叛政要 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平叛政要說你有武器 我有武器 打輸了 誰倒楣 可是你不能有武器 打沒有武器啦 你就要先講清楚 那就吐傻 那你說追查誰犯罪 殺外省人 幹嘛幹嘛 你要有證據啊